比賽感想 對不對 賽道旁人DD2 冠軍 朋友冠軍 比賽感想 3 2 1 開始 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今天要來講的是啊 DD2 我朋友拿冠軍的感想 因為我朋友他 這次有進步 比他上一次還要進步 因為我朋友講嘛 他上次有3個0.3要追嘛 對不對 他覺得這一次他有追到第一個0.3了 所以剩下兩個0.3 好嗎 我的朋友非常認真啊 我是覺得他很棒 但是我自己從旁觀察 我覺得最主要的功勞 不應該是給我朋友 而是給蔡成陽 因為我朋友啊 禮拜六他要教書 他沒辦法去練習 最近是補習班的招生季 那補習班在這一段時間都非常的忙碌 所以我朋友上次 4月24比完賽以後 到這一次5月29中間 都沒有時間去練車 包括連這一次5月29之前的5月28 他也沒辦法去 他一到當場 這真的要非常感謝蔡成陽 真的我真的衷心的感謝 代替我朋友啦 好好的感謝他一下 他一下就把車子設定好 也就是官方練習的時候 他讓我下去看看我朋友練習的好不好 那我朋友後來回來反饋是覺得 好像有差一點點 有他說的那個情形 後來蔡成陽又再調了另外一個設定 就直接下去測試了 因為第一個是官方練習 第二個就測試 那測試測的就還OK 全組第五 就在第五名 那分組是第三 那這樣算很不錯了 我覺得 我覺得我朋友發揮得很好 但是最主要真的是要感謝蔡成陽 因為他一下就有辦法把車子設定到位 按我來代替我朋友發言分享一下 蔡成陽他是怎麼做設定的 以前我朋友剛開始學開車的時候 不知道設定可能是需要完整的搭配 可能會稍微動個一樣兩樣這樣子 但是蔡成陽設定他比較 我覺得比較特別 比較全面一點 也就是他一次動他不會動單樣東西 他會有一個搭配 一個balance 一開始我開的時候我反而不太習慣 我朋友開的時候開的不太習慣 這車感怎麼好像不太一樣 但是後來習慣以後發現他調整的是對的 我朋友常常跟我說他做的是對的 而且蔡成陽非常用心非常認真 我是推薦各位車友 如果真的有嚮往賽車這一條道路發展的話 真的可以去找他學習 因為現在因為疫情的原因 他可能沒辦法去對岸 如果我覺得疫情可能開始開放了 以對岸對不對 是不是 是吧 手的粗度 是不是 對吧 趁他現在在台灣的時候 那他又非常的有經驗 我建議現在真的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好好跟他學一學 就像他之後會上來北部一樣 我也會帶我小孩去試試看 看看我小孩有沒有這方面的興趣 然後再來就是在比賽的當中 蔡成陽也都會給予很中肯的建議 因為他會很知道你的程度 他會知道要用什麼方式跟你講 或者是他可能一下看到這麼多問題 他也不一定會跟你講全部的問題 因為可能一下講你也沒辦法全改 他就會講一些可能比較關鍵的 比較主要的問題 那你真的照著去做 你會發現他會有很大幅度的改善 而且我覺得學習它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過程 我從去年年初跟他學習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我覺得他給我那些觀念的累積 讓我對賽車的技術 的邏輯 然後還有順序 還有一些因果關係 變得很完整 變得非常完整 不像以前我可能都要自己猜一下 是這個原因嗎 試了以後好像比較好 但是又是好像沒有比較好 對吧 你會陷入一個迷惘 但是就像我說的 他就很像一個百科全書一樣 他就很像一個賽車字典一樣 你就可以去翻閱他 你就知道答案是什麼 你就按照答案去做 那一開始做 你可能會不太相信這個是答案 我肺腑之眼 就像他可能會講 在這裡回正方向盤下游 我第一個感覺是 怎麼可能在這裡回正方向盤下游 你的車一定撞上牆啊 但是我要跟你講 是真的 真的就在那裡回正方向盤下游 真的是這樣 不跟你開玩笑 所以這些都是我親身的經驗啊 而且他現在也都很專心在傳承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如果他今天 他是可能主要是在比賽 或者是他又往方禪式發展的話 你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有辦法接觸到他 那他現在的重型幾乎全部都在傳承他的技術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你們可以去找他學習的 OK 當然這一次很開心啊 我第二場DD2的比賽就拿到冠軍了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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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他 我練DD2從1月到5月4個月 我覺得如果沒有他的教導 應該這個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就像我上一部影片講的 我會覺得 嗯這個我單數開了這一段時間 應該還好吧很快吧 沒有真的沒有 如果沒有他的幫助 我覺得這個時辰 起碼要拖到一年 起碼 最起碼一定要拖到一年 可能都還摸不到那個門 懂嗎 所以我覺得找人學習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找對人學習 找會的人學習 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有常在關注我的話 你會發現我在學東西 我都是找最厲害的人學 因為我覺得你唯有跟他們學 你才可以獲得就是最快的方式 讓自己去進步的一個能力 或者是最有效率最有效果的方式 這就是我常講的啦 好嗎 好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啦 那期待我影片出來 好嗎 我會把這一次比賽一樣把它做成 把我朋友的影片做出來 好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嗎 好讓 對不對 好分享一下我們學習的成果 OK 那 影片見 好嗎 拜拜